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澳门乒乓球世界杯上 六边形战士马龙表现抢眼 不仅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到了决赛 而且在和林高远的巅峰对决中 上演了绝境翻盘 再一次夺得了世界杯的蓝丹冠军 稍作修整之后 龙队又跟随国拼开启了WTT沙特大满贯的征程 蓝丹首轮 马龙兵不屑任淘汰了一名比利时选手 第二轮 龙队迎来了本战赛事的第一场赢上 对决韩国名将张宇珍 两名选手在过往的世界大赛上 一共交手了三次 马龙取得了全胜的战绩 最近的碰面是在24年的WTT多哈总决赛上 当时马龙直接横扫了张宇珍 这也是球迷看好龙队 延续面对张宇珍强势表现的原因 不过本场比赛 张宇珍打出了质量非常高的搏杀 出人意料直落三局 以大比分3比0横扫击败了马龙 晋级男单16强 首局比赛开打之后 马龙进入状态非常快 通过限制张宇珍的反手 寻找机会果断转正手 去冲击对手的防线 非常有针对性的打法 也让龙队开局阶段就连得2分 被动的张宇珍随后加强了搏杀 揭发接后的直接侧身抢拉 让其回进了一波2比0将比分抹平 不过龙队并没有丝毫的慌乱 在拿出自己半出台抢攻的杀手锏之后 再次取得了4比2的领先 可惜在接下来的几个回合 面对绝佳的上手机会 马龙都出现了失误的情况 让张宇珍连得3分 在终局阶段将比分改写为了5比4 随后二人进入到了艰苦的拉锯战 紧咬比分一直熬战至11平 决胜时刻 张宇珍不顾一切的侧身抢拉 让其连得2分以13比11先把头筹 首局的胜利 给了张宇珍巨大的自信心 第二局面对想要发力的龙队 张宇珍的搏杀更加坚决 通过牵制马龙的反手 自己果断侧身 让张宇珍开局取得了3比1的领先 尽管马龙通过加强前三板的旋转 增加了张宇珍的上手难度 很快追平比分 并且和对手激战至5平 但打出气势的张宇珍 直接打了一波6比1的得分高潮 以11比6获胜 率先拿到了赛点 越战越勇的张宇珍 在自己的赛点局 一上来就通过搏杀建立起了3比1的领先 已经被逼入绝境的马龙 也开始在前三板抢节奏打突击 想要用进攻压制住张宇珍 但效果并不好 在追平比分后 很快又让对手将优势扩大到6比3 虽然马龙第一时间叫了一个暂停调整 但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重新回到赛场后的张宇珍 还是以11比8锁定了胜局 随着张宇珍打破了面对马龙的不胜魔咒 国拼在这一个比赛日 也吞下了第四场失利 梁静坤 林高远 王曼玉和马龙 全部在外战中输球 止步单打第二轮 希望单日的惨败 能够给其他球员敲响警钟 在余下的比赛中拿出百分百的状态 避免再次隐恨外战 此外 北京时间5月6日 乒乓球WTT沙特大满贯赛继续进行 19岁国兵新兴林诗栋登场 与德国肖球名将菲鲁斯展开对决 结果林诗栋在首局狂轰11比1 第二局挽救局点拿下后连丢两局 最终决胜局 挽救赛点后才大比分3比2险胜对手 晋级16强 即将迎战伊朗黑马 暴冷淘汰梁静坤晋级的巴拉米扬 最近林诗栋的状态非常不错 已经多次将各路高手拉下马 此前在世界杯上 差点再次先翻奥运冠军樊振东 可惜大比分领先后被逆转 功败垂成 期待他本战比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005年出生的小将林诗栋 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平坛心心中的佼佼者 此前已经赢过许新 樊振东 梁静坤 林高远等世界冠军 是国兵男队五大主力之外 排名最高之人 不出意外的话 必将成为下个奥运周期的核心选手 主动退台销球 两人可以说是对上了点 于是很快便展开了激烈的功效大战 结果小将狂轰11比1暴击对手 非常轻松地便先下一城 第二局 费鲁斯展现出了自己正手强大的进攻能力 给林诗栋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但费鲁斯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下 自己发球失误 进攻也丢分 最终被林诗栋以12比10逆转再次拿下 由此而陷入了绝境 第三局背水一战的费鲁斯开局取得领先优势 随后又利用旋转变化打乱林诗栋的阵脚 随即以11比9扳回一城 第四局 费鲁斯依旧进攻凶狠 给人的感觉不像个消球手 结果林诗栋几度领先被逆转 又被对方以11比8拿下 比赛被托入决胜局 第五局双方军事背水一战 林诗栋不断落后 被对方10比8拿到赛点 但他顽强反击 成功追到石平 关键时刻 费鲁斯没能顶住压力 最终以11比13输光整场比赛 林诗栋由此而私利逃生 接下来将与阿拉米扬交手 希望他能继续顶住压力 争取魏师兄梁敬昆复仇 我们发现 巴黎奥运周期以来 国平男队并没有更多的年轻人 涌现出来 尤其是没有00后 05后的球员涌现出来 国平男队如今 依然是以终生代的球员为主 相比之下 外协会竞争对手们 反而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 年轻小将 假以时 他们都会是国平的竞争对手 国平需要认真面对 本次WTT沙特大满贯 国平也派出了一些年轻小将参赛 希望这些小将能通过大赛的磨练 进步得快一些 我们看到 国平男队2005年出生的小将 林诗栋被寄予厚望 林诗栋是国平男队重点培养的新星 本次沙特大满贯 对于林诗栋来说 是一次很好的展现自我的机会 林诗栋男单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就不简单 他的对手是莫雷高德 莫雷高德是国平外协会的 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曾经战胜过梁静坤 林高原等国平核心主力 一度被视为国平克星 实力非常强悍 赛前 外界普遍更加看好莫雷高德 为林诗栋感到担忧 担心林诗栋会被莫雷高德淘汰出局 但没有想到 现年19岁的林诗栋在比赛中惊喜摊牌 大比分3比1 非常干净利落的战胜莫雷高德 展现出不俗的状态和实力 颇有大将之风 短短时间 林诗栋不断成长 已经成为国平男队05后球员的希望之星 证明了刘过梁和王浩的眼光独到 为国平找到了一个未来 在此让我们恭喜王浩 恭喜刘过梁 林诗栋虽然无缘参加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但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而且随着林诗栋的崛起 马龙在未来可以更坚决地做出退役的决定 开启人生的下半场 禁定 她在 27.9.192 介绍 2 4